《黎相华人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杨媛媛 我做艺术 我也拍电影 我是一直对黎相华人的故事都很感兴趣 可能这一切源于我18岁出国留学的经历 这个是我家楼下当时的中餐厅 每次进这个餐厅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时空胶囊的感觉 无论是从餐厅里的装潢 还是说老板或者服务员 说话的状态 甚至是店里面放的那种 过时的流行音乐 这一切都会让我有一种时间 好像停滞在 他们移民时的那个中国时间 在每次我去到 不同国家的海外中餐厅 都会有这种感觉 像刚才有英国的 然后这里是巴西的 在他们的身上 我总能感受到一种 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 但也是因为这种中间状态 使得他们 不管是在本国还是在异国 他们的故事都很难被人听见 从英国留学之后毕业回来 我一直都在做创作 我会通过书籍 展览 影片 或者表演的形式来讲故事 我的作品一直都对 移民群体比较关注 我的工作方式呢 通常都会以调研真实的历史 为起点而展开 我会去比如说做人物走访 去跳蚤市场 搜集老照片 去资料馆查资料 把这些搜集的素材 汇聚在一起 然后我去找他们中间的关联点 然后开始去做 讲我作品中的故事 我希望通过 能够超越国籍和时间的边界 去寻找这些 有着跨国经历的小人物 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连接 是在六年前 我开始拍摄自己的 第一部记录长篇 《女人世界》 这个电影的主角 他们是一群70到90岁的美籍华人女舞者 他们当中有的人曾经就是传奇的夜总会舞者 也有的人呢 是在晚年才找到舞蹈之梦的老人 这部电影 关于他们在暮年再次走上巡演之路的故事 六年前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个就是纯艺人剧组 当时就是为了锻炼体格 猛炼拳击 为了能够自己能把相机扛稳 然后我找了半天 没找着我当时打拳击的照片 就找了一张当时大家都说像我的照片 因为我其实这六年呢 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我就是比那个时候胖了20斤 是因为我其实刚刚经历淋巴癌的康复 不过现在能站在这儿跟大家演讲 头发也长出来了 对 就是刚刚康复了两个月 所以谢谢大家 在今天也很庆幸 就是今年这个电影将会上映 也要讲讲这个电影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18年 我是受到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 去美国进行一个半年的艺术主题 一开始啊 根本没想到要拍电影 我只是想说 我继续去按照我的工作方式 搜集历史资料 可能会做一个艺术作品 我当时就一直是对守卫美籍华人 好莲无影心 黄柳霜 她的生平非常感兴趣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 她一直就是被众人所知道的形象 是被西方扭曲的这样一个华人形象 就是比如说龙女啊 或者说当时她演那种蝴蝶夫人式的角色 其实直到她百年诞辰之际 她才被重新认知为是一个先锋女性 在美国查资料的过程中 我就了解到一个和她背景相似的人 吴锦霞 我是通过一部纪录片叫《金门荧光梦》了解到她的生平 我当时就很震惊 就是她曾经又是导演 又是制片人 当餐厅女老板 而且她一直就是穿男装 大家叫她哈哥 霞哥 她在当时是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 但是最令我震惊的是她的生平的资料 居然是从废纸堆里找出来的 我就非常震惊 也是因为这个我就很希望能够继续去寻找 二十世纪演艺界不应该被遗忘的 这些离散华人女性先锋的故事 然后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到 诶 这个旧金山唐人街曾经有过很多家夜总会 唐人街为什么会有夜总会呢 因为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的原因 在那个时候 华人基本是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寻求工作的 从1882年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左右 人潮密集又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人街 成了美国的很重要的这种旅行景点 这个就是当时的旅行手册 也是因为当时在大荧幕上 大家能看到的华人形象 主要就是黄柳霜这样的龙女形象 也因此她的这种刻板印象的这种东方美学 也影响了夜总会的美学 这些夜总会基本都是由东方符号来命名的 比如说上海俱乐部啊 成绩思汗啊 大观天台啊 紫禁城夜总会啊 在这里面经营夜总会和表演的华人 他们主要都是生于美国的第一代 他们的父辈呢 是从移民中国过去的第一代 和他们的父辈很不一样啊 父辈小时候成长的环境都是说粤语的嘛 大部分 但是他们从小 粤语讲不流利 从小就学英语 他们喜欢音乐 喜欢西方的摇摆舞 喜欢踢踏舞 然后他们喜欢爵士乐 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 离开唐人街 去找一个表演的空间 我找到一段 1940年代的资料 这个资料也被引用在了 我们的电影里 这段资料我觉得充分展示了 当时舞者身上这种东西文化的复杂性 但是 有一个电影里的电影里 遇到在坡屋的桌子 在一个厕所的厕所 但是呢 大部分经历这一段历史的舞者们 都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就努力地找资料 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 我找到这样一本口述史 Trina Robbins写的这个口述史中 在最后一个章节 我有个超级意外地发现 就是有一群舞者 他们现在依然还很活跃 然后他们就都是70到90岁的舞者 他们当中最开始的四个创始人 就都是经历过 昔日夜总会时代的舞者 我就联系了他们 然后他们跟我说 我们正马上要去拉斯维加斯 参加一个风情五名人秀的表演 然后也是在那个舞台上 我见到了我这辈子 见过最有活力与魅力的一群奶奶们 其中最最吸引人的 就是92岁的Coby 他头戴着自己制作的 这种很特别的头饰 穿着的绿色的舞服 就是在台上 偏偏起舞像一只蝴蝶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 他太有生命力了 然后我想拍一部纪录片 关于他们的故事 放弃了原本想做艺术项目的 那个计划 因为我觉得只有纪录片 才能够记录下来 他们真实的生命状态 这就是我见他的第一面 92岁哦 就是真的是很难想象 然后我当时就是 像个迷妹一样 跟着他屁股后面 然后他给我留了他家联系方式 他写错了 然后反正历尽千辛万苦 找到他家 他开门的时候就说 哎呀小姑娘 你居然真的找来了 你不是从China Town来的 你是从China来的 然后后来呢 我就拿着相机 开始拍摄Coby 以及这群奶奶们 这个纪录片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Coby的生平吧 他呀中文名叫于京巧 其实呢 他自己一直很难写出这三个字 但是他一直跟爸爸 学的这个发音 自己记得很清楚 他是1926年出生于 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他的爸爸呢 来自广东的台山 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 他是在20世纪初 通过买纸的方式 去美国投靠的兄弟 什么是买纸呢 就是在1906年 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这个地震导致 美国移民局着了一场火 所有资料都烧了 所以当时想移民的华人们 也是因此获得了一个机会 可以去谎称自己生于旧金山 或者在旧金山有兄弟可以投靠 因此呢找到了移民美国的这条路 从中国移民过去的第一代华人啊 工作基本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只能做一些很底层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去乐剧戏台 在工作之余和老乡们聚在一起 聊聊香音 然后听听香音唱的乐剧 Coby的妈妈也是一个超级乐剧大戏迷 所以Coby呢虽然听不懂乐语 但跟着妈妈耳濡目染 也是喜欢上了乐剧的服饰 也喜欢上了歌舞 这个就是六七岁的小Coby 他当时也没有什么空间跳 只能在家里经营的洗衣店跳 在家门口的这个人行道上跳 后来呢他在十六岁的时候 有机会去到华盛顿 拜访他们家的一位叔叔 这个叔叔经营了一家 叫皇宫的华人戏院餐厅 那个餐厅的规模还蛮大的 有挺大的舞台 有很专业的乐团 然后他看到了舞者们很漂亮的衣服 他就觉得天哪我也想跳舞 就是在这里Coby开始学着 去成为一个舞者 走上一个舞者的道路 Coby人生中的第一套舞蹈服装 是他和妈妈一起做的 他的妈妈就是给他 做了一个这个乐剧风格的 这种外衣 里面呢是一个摩洛哥风格的长裙 再到最里面又是一个 这种桑巴风的这种短裙 所以他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唱 然后缓缓退下夹克 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板舞 到最后呢再跳上一曲拉丁 后来啊十八九岁的时候 Coby遇到了一个经纪人 这个经纪人跟他说 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厂子 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 Coby说不 不行 我不想 我只想跳踢踏舞 我想当一个踢踏舞者 但那个人说 如果你可以穿得更性感一点 你可以拥有现在三倍的收入 多达一千美元一周 这个在当时对于Coby来说 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们家的家境并不富裕 所以其实为了赚更多的收入 Coby就走上了一个 风情舞者的道路 那在那个年代 就是一个喜欢跳舞的 华裔女孩的成长道路 总是充满曲折的 我记得在采访的时候 Coby就跟我说 他说他到现在人生中 闻到酒精味就会很难受 他一生最讨厌的 就是会醉酒的男人 在以前的叶总会 就是也会遇到过 这种让他不舒服的醉汉 但是呢 Coby会巧妙地运用 他自己的才华 比如说他是一个 很好的服装设计师 在Coby一生中 他一直把自己的跳舞 当成是一场时装秀 OK 你们想看我的大腿 那我就多给自己穿几层漂亮衣服呗 后来呢 Coby和他的姐姐 他们两个人就搬来了旧金山 因为这里有 盛名显赫的夜总会 其中最大 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Charlie Lowe 开的这个Forbidden City night club 紫禁城夜总会 Coby就成为了这里的首席舞者 当时啊 这个唐人街夜总会的盛况 就是非常来非常多人 每晚他们进行三场表演 8点 10点和12点 那时候有个说法 叫make the round 走几轮 当时很多游客 是没有见过中国女孩跳舞的 在他们眼中 华人就是开开洗衣店 随随铁路 开餐厅 所以看到一群能歌善舞的华人 而且跳得比白人更好 这让他们很惊讶 当时的台上的舞蹈风格 既有这种东方风情 然后也有西式的这种兔女郎 在最近上的唐人街 Coby被誉为最大胆的 中国跳舞娃娃 Coby的第一任丈夫 也是一个夜总会的歌手 就是左上角的这一位 Sun Lowe 他呢 唱歌很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甚至不配拥有自己的姓名 当时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歌手 叫Frank Sinatra 然后他的绰号就是Chinese Sinatra 然后Coby当时的绰号 叫Chinese Gypsy Rose Lee 也是当时的一个舞者 然后当时还有什么 Chinese Fitzgerald Chinese Fred Astaire 等等等等 就是这群拥有了不起才华的华人 却没有一个公平的舞台 他们甚至难以拥有一个名字 后来呢 在第一任老板退休之后 Coby全家人啊 盘下了紫禁城夜总会 但是啊 一边经营夜总会 一边要当首席舞者 然后还要养大女儿 Coby觉得经营夜总会 就让他身心疲惫 再加上呢 60年代末 美国的脱衣舞诞生了 然后华人们觉得 他们是有他们的底线的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舞种 再加上在50年代末 其实华人也可以陆陆续续地 开始获得一点机会 离开唐人街去工作 所以呢 夜总会的时代 就这样慢慢走向落幕 之后这些夜总会 在60年代末 我基本就都关掉门了 后来在70年代 Coby退休 包括到Coby退休后 他就一直是作为一个 服装定制设计师 给人做衣服 他的服装风格 融合了东西文化 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 所以蛮受欢迎的 我去他家拍摄的时候 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细节 就是他给客人 做服装的边角料 他舍不得丢掉 他会给这个娃娃们做衣服 这些都是他用剩的布料 给娃娃做的衣服 然后是在2000年 Coby70岁的时候 他和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男友 一个年夏恋男友 Steven在舞池相遇 并且相爱了 Steven和他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 他是经历了这种 就是嬉皮运动 是一个老嬉皮 Coby和Steven在一起 他就觉得 你穿的那个好难看 不行我要给你整体改造 所以他就一直是Steven的造型师 把Steven以前那些旧衣服都扔了之后 他又开始给Steven做他俩这种 出门永远都是情侣套装出门 然后呢 Steven他对Coby的这些过去搜集的影像 深深着迷 然后他就成为了Coby的档案管理员 他也喜欢把他和Coby的照片 做各种拼贴 拍摄的时候特别触动我的一点 就是他说 在现实中 Coby是不会穿着他的小高跟鞋 跟我一起去登山的 但是呢 我可以用拼贴的方式 让他跟我一起共同登上山顶 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跳舞不再是一个 让Coby觉得辛劳的工作 跳舞成为了一件快乐而自由的事 这是一段他们的家庭影像 这是一段他们的家庭影像 太甜了 但是他也喜欢他们俩的爱情故事了 所以就是在拍女人世界的过程中 我决定先拍一部短片 关于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这个片子是可以在纽约克上再线看到的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啊 Coby和督板街舞团 首次一起登台了这个《风情舞》名人堂 然后其实在这次之后 他意识到《风情舞》在现在这个年代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风情舞》在现在成为了一个年轻人 去走上舞台 自信地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媒介 所以他也开始慢慢学着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因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他并不愿意去谈自己 作为一个舞者的过去 督板街舞团呢 总共有十多个成员 他们都是70到90岁的这种美国华裔 他们不仅仅是锻炼一下身体 随便跳跳 而是在回落一种失落的文化 希望通过他们的音乐和歌舞 带回旧金山唐人街的 曾经的一个黄金岁月 成员们的背景各不相同 这个舞团成立在2004年 当时呢 就是曾经都是职业舞者的 Cincia和Pat 最开始来成立的 Pat当时刚刚上偶 每天在家郁郁寡欢 老朋友Cincia就来找 她说你不能这么丧着 咱们还得重新面对人生 你出来跟我一块跳舞吧 所以呢 最开始从他们俩跳 后来呢 就人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舞团呢 就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舞团里呢 其余的人呢 有很多是曾经有着舞蹈之梦的老人 有一些人曾经是教师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Emily啊 她家呀 曾经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 从小啊 家教森严 她其实性格非常开朗 她也喜欢音乐 但是她连穿裙子 就是露出脚踝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到了晚年 她反而会有一种 哎呀 我好像可以释放一点自己的天性 我可以开始去学跳舞了 右边的这个Clara 她是生于香港 十六七岁 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的这一带 她呢 就是一直是戴着个眼镜 她喜欢写诗 喜欢看书 看起来就有点像个小书呆子 所以她的朋友们就经常笑话她 加入舞团之后 你从一个和尚 变成了一个女神 舞团们的演出 基本都是慈善性的演出 这个是当时 我跟他们一起去夏威夷 他们的去一个老人员演出 就当时现场就有老人感动哭了 就说他们八九十岁 还能跳成这样 我也好受鼓舞 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 能够get up and dance 我们是怎么走上旅途的呢 就是因为我曾经就去过 古巴的唐人街做调研嘛 然后去那边做过采访 舞团的奶奶们就说 天哪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古巴的唐人街 但从小就有所耳闻 如果你还想去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去 像右边的这样照片 是它曾经的一个盛景 但是是在一九六零年代 就去古巴革命以后 因为唐人街的华人 都没办法做生意了 所以就是慢慢地 走向了一个没落 这是一个一八年 当时拍的唐人街的现状 当时我就去那边采访 然后华裔就说 说最后一次见到 从美国来的舞者们和乐剧戏团们 已经是六十年代之前的事了 所以当时我就萌生一个心愿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两地的华人再见面 再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 那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所以我就费了老大劲 安排了这一场演出 取名叫交错剧场 很幸运就是一帮 七十到九十岁的奶奶们 愿意跟着我从旧金山跑来古巴 最打动我的就是 当时他们见面 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 一边是讲西班牙语 一边讲英语 但是他们讲的像孩子一般的粤语 是他们沟通的桥梁 比如说小的时候 跟父母学的月光光 这样的粤语的催眠曲 然后还有用粤语数字 就是这样的交流方式 把他们连结在了一起 我们的演出也是发生在 一个昔日的老戏院 就是这个戏院 现在是一个古巴的武术学校 但是它以前呢 就是一个戏院和电影院 所以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又重新激活了这个舞台 这是当时表演完了之后 大家的合影 18年我的签证到期了 然后拍摄呢 也是就是进行到了一个 刚刚开始不久的阶段 就没有筹到什么钱 也没有一个团队 然后到了19年初 我的父亲突然病故 然后度过了非常 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感到了有一种 向死而生的力量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摄影师 然后我其实喜欢摄影 也是受到他影响很多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我砸过卖铁 我也要去美国 接着把这些奶奶们的故事 拍下去 因为他们岁数都很大了 我不想再在我的人生中 留下更多遗憾 我就自己跑去美国 接着拍了 在美国的拍摄 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又收到了一个契机 可以把这些奶奶们 邀请来上海 来做一场演出 所以我们的旅途啊 又从古巴延展到了中国 那当时在外滩美术馆呢 我做了一个舞台装置 就是前面的一半是一个纱莲 大家会先在这个帘幕上 看到我做的一个小短片 叫《紫禁城夜总会》的一页 然后呢 帘幕拉开 荧幕上出现的人 一个个地走上舞台 我们在上海进行了三场演出 白天观光 晚上演出 在上海百乐门 特别有意思 就一种两地武神 斗舞的感觉 百乐门因为每周二的下午 它会有很多老舞者 跳舞爱好者还会去跳舞嘛 当时我们就遇到 很多那种上海老科乐 然后就是邀请那个 坐近山的奶奶们 就现场共舞 而且呢 我们又到了北京 就是从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们 来到了真正的 Forbidden City 去了故宫 对于舞团的奶奶们来说啊 来到中国的意义 对于每个人各不相同 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是在1980年代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当时有一个华侨返乡热 在这个热潮下 第一次来到中国 Coby也是在那个时候 第一次来的 他当时见到了自己 在广东的 同富异母的亲戚们 对于Coby而言啊 中国一直是一个 让他心心念念 但是也总让他感到 悲伤的地方 因为他的父亲 其实是在1947年 返回了中国 但是后来呢 在中国去世的 所以呢 再次邀请他们来到中国 这对Coby和我而言 都是一次圆梦 在拍摄的18到19两年间 就是我和这一群 年轻的老人们 完成了一段 不可思议的旅途 想一想我们从 旧金山 拉斯维加斯 夏威夷 古巴哈瓦那 然后再到中国的 上海和北京 就是通过这一段旅途 我们的生命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 最后一次在一起 就是当时是 他们从北京要飞走 然后我们在一个 叫哈瓦那的酒吧 拍的视频 然后我就在北京 想休息一段时间 没想到休息了一小段时间 2020年来了 疫情来了 我本来想回美国 接着拍摄的计划 被迫要暂停了 那在见不到面的日子里呢 我和奶奶们 就一直通过Zoom 保持联系 因为当时美国的疫情 也是很严重嘛 他们通过Zoom 搞了各种各样 有意思的活动 什么比如说 我给朋友过生日啊 然后那个舞团的咪咪 线上教大家做面布拉皮啊 然后就是 很多很可爱的 这种女生派对 Coby也是第一次 学着使用了Zoom 对 这是给朋友过生日 我也在中间 这个是上Zoom的Coby 然后当时是在这个 8月7号 Coby给我发来了一段 他和Steven跳舞的视频 当时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 举行什么线下活动嘛 然后有一个活动 想给他拿一个桂冠 然后他们就录了一个 跳舞的视频 在他们家门口跳的 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是8月7号 还活力四射的Coby 在一个星期之后 因病突然离世 我们度过的两年当中 他总是会不断地提到一个词 叫Swan Song 天鹅之舞 他似乎是把自己 每一次登台 都当成是自己的 最后一场表演 但是呢 他又会充满生命力地 站在那个舞台上 然后又去迎接下一场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周 他都依然在跳舞 又过了一个星期 悲痛的一周过去了之后 我突然发现 我怀有身孕 然后当时就给Coby的女儿 打电话 就是Coby女儿 当时就哭了 他就觉得 这个就是cycle of life吧 这个就是生生不息 后来片子也没有办法继续拍了嘛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进行后期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 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自己单干了 我需要一个团队 我需要资金 我需要一个正儿八经 做电影的方法 在21年 当时还没有资金 没有办法了 我发了一个线上众筹 当时我都快生孩子了 我就只想把这事干了 然后没想到 众筹的那个视频发出来 第二天一早 就已经是几十万的转发 就是一下子就爆了 特别特别地感动 所以为了这些支持者 我当时也觉得 我要下决心 拿到龙标 让他们能够在国内 看到这个片子 在大荧幕上 那么努力了这么久 在现在这个愿望 终于要实现了 我们片子后面 有很多我们感谢的 每一个支持 我们的众筹者们 那这个电影 是我的第一个长片 我就是在过去六年 真的是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从开始拍这个片子 我的父亲去世 然后后面Coby去世 但是我又成为了一个妈妈 然后我又经历了癌症 然后自己现在又再次重生 所以做这个电影 这么长时间到现在 真的觉得像做梦一样 然后也非常希望 能够通过这个片子 搭建一个桥梁 我一直觉得 就是我们和海外华人之间 就是缺乏一个 看见彼此的通道 非常希望这个片子 能够成为一个 这样的桥梁 很开心今天 能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你们是 电影上映前第一批 和这个电影结缘的朋友 谢谢大家 希望可以在电影院 与你们分享这个电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